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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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nz 我不会说 而且奴障他非常相甘 他太比较好 充斥在我的狂的办法 所以他心里说 我就要先试 好像是个噩梦 不能这样说 可能就是一个压力吧 在团圆的身上 在自己的身上 在音乐总监的身上 因为没有人做过 开始其实我觉得是没有 没有想象说会是怎么样 我们就是那一股 我们的精神就是这样子 就想去试这样子 所以反而就是说 出来的效果来讲 我是觉得是 给我们本身也有一种 很惊讶的一种感觉 最大步一样我觉得是 团员们的练习的整个方式 以前我们都是打鼓嘛 然后我们都是会有很多肢体的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要准备 比较多的其实是 我的准备就是整个的状态 经常当你开始学习 西藏经典词 你会走过阶段 所以你会有课程 所以这个是真的 我承认我 我会把他们放在最深的 然后我期待他们去游泳 然后我会说 我无论什么你做 你想要生存 你想要生存 你会游泳更加 然后你会比较长 因为我认为 我无论观察 我认为他们有可能 遇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给听众 或者给观众 或者是 大家会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他们会觉得生旅 这个比较容易 为什么是夜 有些人会突然是晕 晕嘛对不对 它是晕眩嘛 有时候就是太多的 一直滑了 就是会晕眩嘛 当然这个是好的啦 这个是晕 我们觉得是乐 音乐嘛 的一个晕 它是 整个的 我希望给观众 感觉是饱满的 每一个人都有 他的柔的一面 就是他打鼓的 他会有柔的一面 或者是很强悍的一面 女生来讲 他在打起来的时候 他会有强悍的一面 所以这次我们不是用动作来呈现 我们完完全全用声音 用音乐 过往有做一些 实验的一些作品 当然他们会觉得 哎呀 他说圣雄 他说 你还是给我们看回打鼓 我们很喜欢看你们打鼓 我觉得如果是支持手机团的 我觉得是陪我们一起成长 也希望知道我们在这么多年了过后 是我们的那一种心情 我们想跟观众们分享 想回馈给支持我们的人的那一种 一份感觉 或者是一份心意 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想和大家分享 我们的整个成长 着急 一会儿 我们先听一下 我们再次复用 我们再次复用 情据 跟 我们再次复用 我们再次复用 满赏